北上买菜,嫌打带生育入境北上市民,拖车仔10个里面9个都有带北上潮之下,不少市民北上买菜,甚至有人违法带生育生蛋回港。 食环署食肝中心上周共发现68宗入境人士怀疑非法攜带受规管食物到港的个案,其中3宗由检疫征辑犬侦察到。 唯未见有人被偵察到,经常北上前日财经连堂口岸翻深圳的湖先生,今早再北上饮茶,打包咬一大袋外卖回来。 虾雪只会买熟食,不会买菜,因大热天时会变坏,但平时见不少主妇买生育,当反求其穿一杯水灼熟表面。 亦未见有检疫征辑犬侦察,认为是法律漏洞,他逐道,买生育的人大有人在啦,如果不是上来为了什么,因为真的便宜很多,例如一斤牛只需38元,香港要百多元。 不过他认为买生育不卫生,吃落土加码,回去吃到入医院迷并。 北上市民称曾参加内地团见团友用酒店水煲却肉方便过关。 一个月北上一次的吴小姐表示,知道带生育违法,亦各不卫生,因此只敢买熟食回港。 他说以前参加内地团,曾见团友用酒店房间的水煲却熟肉类,方便过关带返港,令他不敢再用酒店的水煲,怕有细菌。 不过他只自己也曾想买蛋回港,初生蛋,细细的,好中意,因为香港未见有仇,价钱亦与香港差不多,但因为怕被海关侵察到。 不敢带回港,上水街坊清北上买送方便,车程紧十多分钟,住上水的杨小姐在近中午已买完送回来。 他表示乘巴士或开车都只是十多分钟,因今日举行派对,特意买了烧肉,咸鸡,鸭舌,西瓜等。 共花四五百元,他只只会买可以过关的送食及生果,生大不到,会触犯法例,坐牢。 他又说,较多退休人士不想消费,见他们买生育都会畅熟财带回港,可能在内地有楼,并不知道有子穿一飞水的情况。 他只,会在石湖区购买新鲜食材。 对于带生育回港的人士,他认为捉到便捉到,捉不到便过左关。 必须附有由来原地有关当局签发的卫生证明书及,或食环储的进口准许。 为例者一经定罪,最高可被罚款五万元及监禁六个月。 原文网指,不想买送,嫌打带生育入境不想市民。 拖车仔十个里面九个都有带,香港01 HTTPS,母号双斜线www.hk01。 下次再见,歌曲《赢不赢不重要》是专为女子跳水箱指声直保和善保。 编制男军Wilson Studio HTTPS,母号双斜线www.youtube.com,斜线watch。 B等于Kufi Ulong U,北上买送,食环储炎打带生育生蛋入境7日揭露18宗精緝犬捲捉到3人。 北上,周六北上港人34万内地中秋节三日连假率先7.8万南下客。 内地食市公港,绿茶餐厅两大商场开店推广港店限定截赛应对北上潮北上热潮, 连塘口岸作有逼爆周日9.3万人次出入境一度人流管制。 北上,周六北上港人31万南下内地客7.5万按周六跌幅北上, 周六北上港人33.9万人南下内地客10万人按周稍微回落北上, 周六36万港人北上南下内地客16万人按周同声两成。 X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